讲他认为是就像刚才邵主委所讲的固执 但是呢这个Jay Taylor的解读是说 他有时候是他坚持他的诚信 当他对一件事情做了某一个程度的这个promise以后 他是坚持到底 所以难免呢这里面呢 最后呢有时候要付出代价 所以全书尤其是在谈 中国大陆丢掉 那么是从东北开始抗战结束以后 东北开始的时候 那一段呢他就Jay Taylor 这个全部大概两个chapter里面 全部都在讲 蒋呢蒋先生那个时候他怎么个固执 其实他已经分析到 他在东北如果守不住 大概华北也守不住 那华北守不住呢将来就不用说了 可是呢他为什么要把他自己本身 所谓的以前人家评价他是说 他把他自己的直属部队啊都不投入这个作战 可是呢在东北这一役里面呢 他是把他所有在39个师的接受美军装备的这些师的精锐部队 全部投入东北 而且人家跟他讲你应该退你应该不行了 你应该怎么了 他都还要坚持到底 他不做任何的这个折扣 那这样来讲呢他说这个第一个蒋先生是以臣待人 第二个他是坚持原则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征之下 他到台湾来 他对自己也有所期许 他对自己的期许就是说 我过去在中国大陆陷于种种的环境所不能做的事情 比如说怎么样使中国可以走向现代化 那这个是我过去做不到的 可是现在到了台湾呢 固然是有美国的保护伞 他跟美国之间要做某一个程度的这个拔梗 可是呢总算有那么一个局面 他可以来做的时候呢 他怎么样 他老早已经看得出来 他有生之年要反攻大陆 大概是在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的 可是他要把在台湾建设的这么一个经验 作为中国将来现代化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后来 像我们这一代长过来的 我们就看到了 所谓建设台湾为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以这样的一个东西来作为一个 将来整个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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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